战胜了新加坡的选手于梦宇 现在他和唐瑞旭 也就是韩国选手唐瑞旭 原来他是在中国 他是中国的吉林 也曾经打过中国的国家队 当时叫唐纳 今天这两个选手 要争夺一个决赛权的位置 另外就是中国选手 武阳将和李家威 来争夺另外一个决赛的位置 刘伟你觉得这两场比赛 能不能给大家简单预测一下 我想应该说这两场比赛 首先第一场刘诗文 对唐瑞旭的这个比赛 从技术上来讲 刘诗文还是占有绝对的优势的 主要是尤其是在广州 刘诗文又是主场作战 我想如果说刘诗文 能够再从心理上 能够再释放一些的话 可能这场球能赢得轻松一些 那么武阳跟李家威这场球 我想打萧球 是一个功力问题 对于李家威而言 在国外的对萧球手的练习 应该不是很足 那么应该说 武阳也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那就是正常情况 应该武阳和刘诗文都能够取得胜利 我们但是呢 今天在之前的时候 王立琴1比4 就输给了伊朗的新秀 21岁的阿里米安 是我们所有人没有想到的 那场比赛呢 我在转播的过程中呢 认真地看了每一个环节 就是阿里米安确实是一个出色的 有潜质的选手 他的反手反拉弧圈球的技术 质量高 速度快 另外这个运动员呢 很有活劲 拼劲 我觉得他的整个发挥 可能是超水平发挥 王立琴呢 整体上呢 就是很明显的感觉 打半高球的时候 丢的比较多 大概丢了六七个 那这也正好跟刘伟刚才讲的 就开运动美洋会 可能球不太熟有关系 那么蔡老师是这样 就是我们讲呢 他也不是绝对 应该说 从这个客观上来分析 这个球的话 应该说刘诗文 占有上风 但是体育比赛的这个魅力 也就是在于他的未知 也就是说 以前可能刘诗文 赢过唐瑞旭 但是呢 并不代表今天 今天能赢 所以说今天呢 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说重要的 还是双方运动员 是不是能够充分的 发挥自己的这个特长 也就是扬长避短 把握战机 才能取得今天的胜利 另外就是在中间呢 可能会遇到一些变化 应变能力如何 还有呢 就是这个临场的发挥 身体情况 心理情况 对 整个的技术情况 刘诗文我看呢 从这个 这几天的表现 还是不错的 嗯 包括打于梦宇 四敌 今天发挥的非常出色 我觉得打出了 起码 起码发挥了九成 半决赛开始 我们看到刚才唐锐旭的一个 介发球 就是反手台内的这个调打 因为他反手是商交 所以呢 他的这个反手台内 基本就是调打 但是现在两面反交的运动员 台内又有一个新的技术 也就是台内的就是拧拉护全球 给予大家非常的希望 有关around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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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到今天刘诗文的战术 应该说在开局决战打得非常清楚 在发球抢攻的第一板 都是盯着唐瑞旭的中间正手 那唐瑞旭这名选手呢 应该说他的反守位还是他的特长 反守位的反守连续弹 以及发球抢冲的正手抢冲 这都是他的一个特长 那么正手位置的这个球 应该说在他的技术环节里边 算是他的一个薄弱环节 那么刘诗文的特点呢 应该说大家也都非常清楚 速度快 两面能力均衡 相持实力球非常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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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发得非常好 发到了唐瑞旭的中间长球 那么想发这个球 发出来之前 他首先想的是什么 首先肯定在相持阶段 占有优势的人 敢于跟对方打相持的 基本上就是才会去偷偿 这是一个反手变直线 这个球刘诗文拉的这个球呢 落点有点短 那么唐瑞旭上来 这个反手弹了一个直线得分 我们看这个刘诗文今天的这个战术啊 他有一些球呢 也是在连续拔住 这个唐瑞旭的这个反手位 那么现在的这个比分呢 跟他打的这个战术应该说 应该说是相等的 因为我刚才介绍了 唐瑞旭的优点是在他的反手位 那么他现在呢 就是在打的都是两个人 非常非常这个喜欢打的一个落点 也就是说优点对优点 但是如果说刘诗文能够打的 有一些技巧 技巧的话 从他中间正手突破的话 可能从比分上 刘诗文可能能赢得轻松一些 感谢 谢谢大家 现在10比9 我们看刘世文的这个揭发球 第一板习惯性的拉反手位 那么刚才揭发球非常成功 一个摆短 控制对方 之后自己上手 这个球拉一个高调 到对方的这个正手位 都是一个好球 冲反手 反而这个球 这个球对唐瑞旭来讲 是非常喜欢的一个球 我现在的这个刘世文的感觉 就是老想一板两板解决 但是好像被这个唐瑞旭缠住了一样 他只是有这个感觉 但是他没有想到 现在的这个落点的变化 会对他起一个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一个意外球运气 现在呢 11比11就属于是关键球的 在关键球的处理上和把握上 应该注意什么呢 首先是积极主动先上手 这个球刘世文偷偿 偷偿球得风 你觉得前面刘世文刷会怎么样 应该说这场球呢 刘世文有这个自信心还是非常强的 在刚才关键球的两分球的处理上 一个偷偿 一个揭发球 敢于先上手 挑起来 这就说明他对这场球 虽然是打到了这个11比11 但是他的自信心非常强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现在我们所关注的 和对刘世文的这个希望呢 就是不是说能否赢下这场球 而是赢的有没有一些 这个头脑思路 以及这个战术执行上面 更巧妙一些 那么我刚才我也在想 我说刘世文现在是在 这个感性向理性 这个执行战术啊 执行战术是感性在向理性 转变的一个过程当中 也就是说 他只考虑到我这个球 我应该怎么打舒服 他就没有想到 他打到哪儿 对方不舒服 他打到哪儿 对方舒服 就是这个效果 要达到这个一个 最佳的一个效果 才可以 那么这场球呢 我觉得对这个 刘世文的这个战术意识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考验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通过画面 非常清楚地能看得到 如果说刘世文在落点上 有一些变化的话 这个球可能会打得轻松 简单一些 但是如果说 唐瑞旭的反手位 在打刘世文的拳台的话 他真的就是 就像被缠住了的那种感觉 那么球被缠住 比分也一样会被缠住 对这个刚才这个落点非常好 中国队的运动员呢 往往在熟练性上 可能更出色 对 你看刚才这个变唐瑞旭的中路的时候 唐瑞旭感觉就比较别扭 对 就动作不是那么连续 反手弹击 蔡老师 这个乒乓球啊 在这个比赛当中啊 它确实是这个相互控制 你如果说能够控制住 对方特长的发挥的话 也就是你一定要打到 对方的特短的这个落点上 那么你打到他特短上 他发力会造成失误 他不发力 你才有机会发力 你如果说老师给到 对方的特长的这个位置上 对方老在发力 你在干嘛 只有招架之力 嗯 但是正像你说的 首先你要知道 他的长在哪 他的短在哪 对 这就是观察能力 对 然后还得坚定不移地去执行 是吧 对 你看今天这个 王立琴输给这个 伊朗的这个运动员 嗯 我就感觉到呢 就像你刚才说的 基本上被对方控制住 嗯 发球 嗯 对方不吃 反而人家的摆短 摆得都很好 嗯 相持起来 人家能发力 那这样王立琴呢 等于就 从他来讲 就没有一招什么东西 能制服他 嗯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那么在关键时候 在家压力比较大 事务仅求 确实你看咱们中国队的这些队员啊 功夫很了得 他们的基本功很扎实 但是在一个这个执行战术 感性向理性转变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就是说如何使用平时练的这些 嗯 这些过硬的这种技术 如何使用 所谓有的时候教练就在说 哎呀 这个运动员这个成熟了 打球开窍了 这个球打得有味道了 所谓的有味道 也就是在战术执行层面 他打得非常巧妙 刚才这个球就打得非常好 一个高调中间 一个快丝直线 所以说就这种球 他还在对方还没有破异的时候 你可以完全让他怎么样呢 星星之火让他燎原 你可以多用 等到对方注意正守卫的时候 你再要有牵制 再打回到反守卫 在这场比赛之前呢 中国选手刘世文 也就是在四分之一的比赛中 他战胜了于梦宇 在那场比赛中呢 发挥的非常出色 主要呢是先上手 掌握主动 另外呢就是 在相持过程中比较快 刚才这个球也是 唐瑞旭的一个特长 发球抢冲 他的这个火力点 发球抢冲 就是侧身位有一板 有一板爆冲 唐瑞旭作为一名老运动员 应该说这个 不光有这个反手的这个功底 非常这个深厚 那么更重要的呢 还有这种比赛的 大赛的这种经验 你看他对他这个弱点的 一个保护上 到他正守卫 他不会盲目轻易的来发力 造成失误 到他正守卫的球 他首先是什么 我先上台 但是你给我反守卫的球 要有机会 我一定不客气 我肯定要反守快弹 来得分 那这是个钩子发球 就说这个弱点意识也很强 基本上板板 你看这个位置都是挺难受的 就跟中间正守去了 你看这一局就是 只能看出来 这唐人去反守弹击 还有点威胁 别的地方 对刘春人没有过程威胁 对应该说 这局球呢 相对于这个第一局来讲 给正守的比例也多了 比分也轻松了 那么在下一局 我认为还是在看 刘诗文在这个战术的 这个落点的这个使用上 就是到底是打到哪 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比分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分析一下 这个应该说 这个是打比赛 但是打到对方的这个优势的这个强项上呢 还是打到这个它的薄弱环节上 因为这个背景资料 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但是在如何使用上面 我觉得大家可以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现在刘诗文呢 我看他俩都属于速度比较快的 都在近态 也算快的 对 所以这是一场以快对快 对 因此这个落点就显得非常重要 对 而且落点也是衡量一流高手的一个标准 就是你的这个落点意识强还是不强 是80%的球都有落点意识 还是说50%的球落点意识 是 就刘诗文的现阶段 如果说他打球的合理的使用技战术 在落点意识上面再加强一点的话 他的这个球能涨好几分 你看就这个球 因为所谓的这个比赛啊 赛前是要怎么样 知己知彼 赛前你肯定要会分析嘛 今天晚上我对唐瑞旭 唐瑞旭哪好哪差 他是非常清楚的 好 你清楚了 那是想法 做法 你怎么能做出来 这个就跟你的胆量和心理有关系 所以说这个打比赛和战术的使用的话 应该说就心理和思想层面就又涉及到了 就是他的硬件 他有没有能力去打到他正守卫 那是他平时练的技术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这个北大跟我那些学生讲 我说你们平时在练什么 在练指哪打哪的水平 你不能说打哪指哪那哪行啊 对吧 直哪打哪之后 在比赛当中 想让你打直线 你能打得出来 这就是非常好的 对吧 你不能说我让你打直线 你打到了这个对方的这个中间 那这个战术的执行的这个力度 肯定也不够 是的 你看这是乔红 画面上出现了广州应该是平宇中心 广东平宇中心主任 乒乓球管理中心主任 前世纪冠军和邓雅平 当时在一起 他呢是对刘诗文的这个打展啊非常的关注 一有大赛他就跟着他要去关注刘诗文 对吧 刚才蔡老师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就是刘诗文跟唐锐旭打两个人都属于是近台快攻 那么近台快攻呢 刘诗文呢 他作为反交 他可以制造旋转 那么唐锐旭呢 他在这个近台 尤其是他的反手胜交 他非常喜欢打借力球 也就是说你越往他反手发力 他越舒服 他喜欢打借力球 那么去到 可不可以去反手 可以 去反手的时候 一定要有旋转和节奏的变化 也就是刚才有一个球 刘诗文站在中台 如果说刘诗文把这个球当做理性的一个战术的手段的话 就是在中台慢拔到他这个底线 拉加转 拉到这个唐锐旭的反手 唐锐旭只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应付 他不敢发力 这样呢 刘诗文可以找机会发力 如果说唐锐旭觉得这个球慢了 他要发力的话 他存在着这个搏杀的这种 比较大的风险 比较大的风险 他就会有失误 对 对 就这个球 这个球可以去反手 就是高调加转拉底线 这个球 无论是下旋上旋 这个球是可以去的 发力球去中间正手 现在是一个是以转至快 一个是以快至转 唐锐旭就是快速弹机 可以发力的话速度一起来 刘锐旭就搞不了转了 对 这样就按着他的路线走了 对 这在回摆短的时候球摆高了 对 这就属于 我们说的在往前的活不够细 大家注意 高了 这时候落点没有让开 我认许也注意保护了自己的这个正手 平凡球还有这么一个特点 你的力量越大 球回去速度越快 这个位置点也好 很难受 所以这么一说起来 平凡球显得很难了 它的落点要到位 每一个球都有一个好的落点 同时呢 还要有旋转 除了旋转 还有力量 还有速度 还要看对方的动作 然后还要想下一步往哪去 所以这里头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要顾及很多东西 移动脚步 出手击球迅速还原 这球发得好 嗯 扣长 中间底线 发前段的动作呢 和正常的发球一样 只是在出球一瞬间的时候 第一落点非常接近 他刘士文自己的底线 然后动作突然向前 这样的第二落点 也是接近了 唐瑞娜的底线 这个球很长 很突然 那又短了 那这个球呢 就跟刚才发那个 机场有很大关系 嗯 一个机场以后呢 把它打得下意识的 不敢往前靠了 所以你再来个短的 效果就出来了 这是一个一套发球 嗯 可以达到一个牵制 对手的这个作用 嗯 现在到了关键球的处理 韩国选手唐瑞旭发球 哦 漂亮 就打反弹 其实唐瑞旭这球 拉的其实旋转还是挺强的 只是说落点不好 正好拉的人手底下了 哎呦 这是个机内 锁直线的锁度 今天呢 我们给大家 现场直播的是 亚洲杯的半决赛 两场女的 两场男的 接下来一场 女子比赛呢 是中国选手 舞阳 对新加坡选手 李嘉威 然后呢 是 赢王立琴 那个 阿里梅安 然后对日本的 一个 吉村 知青 刘四仁的连贯性非常好 一板和一板的连接 比较到位 因为你觉得刘四仁 现在这 恢复的状态 是不是应该说 已经不错了 就调整 但是现在 他如果说 只是恢复的话 我认为对他来讲 意义并不是很大 在中国对这个团队当中 他早晚他都可以恢复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 是他要突破 在现阶段当中 他要突破什么 解决什么 就是我刚才 我讲的 这个在战术意识上面 他需要 需要一个提高 也就是说 他每天苦练 流了很多汗 他怎么样能够 把他这些技术 就是 用好 用到极致 这是他下一步 需要 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经常跟我 那个学生 说 我说 我在场外 看他们打比赛 我说让我看到 你们的思想语 也就是说 通过他们打比赛的 弱点的变化 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你如果说 敢于变现 说明你的心态非常好 你放得非常低 你敢于去做 你该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说 你知道对方的优缺点了 之后你不敢做 这说明什么 你在保守 你在想赢 你在想赢 怕输 所以说 我说 我说我看比赛 我说 我希望你们能让我看到 你们的思想语言 我看的不是你们的肢体语言 你怎么动 我说 我就知道 你怎么想 对吧 但是我说 通过落点的变化 这个球才会有味道 你通过落点的变化 你可以达到一个 怎么样 牵制对方 掌控整个 整个这个比赛 这个场面的一个节奏 你才能到最后 才能把握这个战绩 取得最后的胜利 是的 唐纳这个发球 唐人旭这个发球 还是非常好 已经得了两分 感谢大家 这场半决赛完了以后 是中国选手舞阳 和新加坡选手 加威的半决赛 胜者将争夺决赛 争夺冠军 男子是中国选手许新 和中国香港选手江天一 争夺第一个半决赛 然后下边是日本选手 吉村执勤 和战胜4比1 战胜了王立琴的阿里梅安 伊朗选手来争夺另外一个决赛 刘淑文这反手 反手打完球以后呢 对方给他中间 然后他侧身进攻的时候 这一把球非常的连贯 不像一般的人 好像咯噔一下 他没有 连续性非常好 当然是现在把落点打得比较开 这个是比较对的 一旦打开落点以后 刘淑文就顾忌多了 就不会那么四平八稳的 那样击球 我叫了颜森 颜森的发球啊 就当时发得非常好 那时候我记着 打五分的时候 就五分发球 一换的时候 跟瓦尔德纳尔打 基本上发五个球 瓦尔德纳尔直接吃得吃三个 嗯 唐瑞旭要了暂停 因为确实现在0比3落后 第四局3比6落后 这个暂停如果再不用的话 也就用不上 对 这是韩国队的教练 也是大韩航空俱乐部的教练 江西灿 这是前国家队的一组织 他跟刘湛随时一切 刘南葵金泽珠他们是一批的 今天刘世文在自己的主场广东 参加亚洲杯的比赛 从整个的精神面貌到技术发挥 还是非常出色的 在四分之一的比赛里 他打得非常好 是战胜了鱼梦鱼 我记得好像他不久前的时候 好像输过一次鱼梦鱼 对 刚刚输过 对吧 对 所以这次4比1很轻松地取得胜利 那么今天呢 又3比0领先 连续冲了两个中间 我感觉这个刘世文这个发力也非常好 就是好像力点非常集中 嗯 爆发力非常好 这个球感觉就是打到了以后呢 哎 一下减慢了又回去了 张一宁今天有这种球 这盘比赛的胜者将和李嘉威和武阳的胜者争夺本次比赛的冠军 本次比赛的冠军呢将获得14000美元的奖金 亚军呢有7000美元的奖金 然后从第三名开始一直到第16名都有奖金 而最后一名的16名的是1000美元 现在刘世文就以4比0战胜了唐瑞旭 我们请